他們都在英國置業, 疑似遇人不屬 被無良地產中介施吞租金 據說這間地產中介 專欺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當初是怎樣認識 這間英國的地產中介公司呢? 在四、五年前左右 我在網上看到這間地產公司 登廣告 說有英國的地產可以賣給我們香港人 於是他就跟家人去到地產公司 在西環一棟商業大廈的展銷會 其中一位公司向他推銷位於曼城的樓盤 他說那裡有很多華人社區 無論是治安、設施、收租一定很穩定 那時候的市價四、五年前 大概是一百至二百萬港幣 一間細小的單位 之後就約了, 去英國實地去看 視察之後 回到香港再跟家人商量 博取以十多萬英鎊 買了一間大約九百多呎的房子 地產中介成功幫他找到租客 令他非常放心 之後的經紀再聯絡他 有一個很好的黃金機會 曼城有一個老人家, 已經七十多歲了 他有七間房子 走之前就賣掉他那七間房子 就等他可能要做一件心事 拿了現金就退休了 價錢非常實惠 是幾萬磅 五夠十萬磅一家 大概是七百呎左右 不是炒賣的東西 是一個老人家的不新的投資 商量了兩個多月 就決定跟家人夾粉 以四十多萬英鎊 也就是大概四百萬港幣左右 買了七間房子 其實也算是我們家人的不新的積蓄 我們商量了 將來看來我們逐個逐個 移民到英國都會… 幾家人都有屋住 當時正值疫情不可以飛去英國 於是由找律師、買賣手續 轉名、報稅、找租客、收租金等等 都是由地產中介處理 一直都相安無事 直至到兩年前 其實那個事源 就是有幾個月突然間 我們發覺 一向他們交租交得很穩定 有一個月突然間就開始沒有交 其實我們聯絡他們老闆 Alan和Hein的時候 他們說是, 不知道為何 他們都找不到租客 當郭祖客離開後 他發現原來整間房子都中了大麻 那你有沒有質問 那個公司為何可以在屋內中中大麻 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其實中大麻是一個非法事件 如果中了大麻 那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報警之後 然後最後我們給了錢 Alan和Hein去幫忙 我們去做個裝修 我們差不多用了4千磅 即是四萬多五萬元 去做那個維修 深入了解之後 透過這個地產老闆 阿謙去租出去的公司 原來他是外判了 即是租了給另一間公司 去幫我們代租的 他會說這間公司不關他自己的事 他會幫我們追究這間公司 但是最吊詭 原來後來我們查了 這間公司 在英國裡面 那個公司主要處去查到 原來裡面其中一個董事 就是阿謙 整個局給我和我們那群府主去查 把這個維修費自己又是下了袋 他們發現那七間屋 除了買了三年多四年 都還沒轉名 也再收不到租金 問阿謙他們 為何收不到租 他說租客不交租就收不到租 很正常 但是我們轉了公司之後 公司跟當時的租客說 其實租客是有用現金 交給阿謙他們的 但是他們就把那些租金 自己下袋 其實整個故事 就好像他們自編自導自演 疑似被騙的不僅僅他們 在社交平台群組 據說虎主過百位 涉及的金額加上華爾過千萬 今年2024年2月28日的時候 租客就要續租 一次過交了三個月租金 給這間地產公司 就給我 就是1250乘三個月 之後我就開始問地產公司 可不可以轉給我 當時他就沒有反應 幾天之後 見到他們自己在Facebook說 就說被人家穿了櫃檔底 現在財困 就說自己已經報了頸 給我一個方案 就分六個月 每個月還少少還少少 還給我 第一期 就應該是今年的4月30日 可惜4月30日 是一毫子都沒有 林生林太說 地產中介 除了沒有處理租白 同樣施吞租金 年初就見到那個詞文 有些異樣 因為是見到有數日 有租金日的 只不過就是無緣無故 在2月開始 突然之間出了一個負數 但就不見到那些錢 是歐了出來的 應該是有數日 但是為什麼會 平衡變了負數呢 那現在總共欠你們多少租金 如果我從12月到4月計算到 就距離五個月 就應該1750磅 持續收不到租金 有業主換Agent 再有驚人的發現 新的Agent 他有跟我說過 舊的租客和新的租客 他們一直以來都在運動 一些民宿的行業 他將我的單位 發送到一些網站 就跟我的網站有聯絡 不斷都要我提供不同的資料給他們 但是到我真的提供了他們所要的東西 他最後是告訴我 我是幫不了你做任何事 他說又有做任何事 到第二個他又是跟我說 那個任何事 都是這間是一個IT公司 當然我發現他們兩個地址 那個貸貸的辦公室 的責任是一樣的 如果他說他不知道的話 我覺得他們作為一個 Agent agent的話 他也是一個很嚴重的收拾 這間地產中介 在英國曼城主要做租務管理 網頁聲稱管理資產市值超過10億 不過似乎名不符實 最少涉嫌五宗罪 包括私吞租金 騙維修費 利用物業中大碼 不扮你轉名手作 吞賣稅款 將出租物業擅自放上民宿平台放租 出事之後 另一間曾經跟他們合作過 主要做樓宇買賣的地產代理 被懷疑是同謀 因為我十多年前 我一直在從事做海外的物業代理 我一刻去買了英國的物業 他們是以投資為主 所以我就找他們做租務 以及代出租管理 你介紹過多少業主給他 很多,肯定超過50個 他除了幫業主跟進 也主動為Josie 未轉名的那七間房子辦理手續 我在這兩、三個月 已經幫他在七間房子裡 已經全數 確實追了五間的名字 另外兩間律師已經確認了 上了地政署 等回文件出來 吳芝晴的GOL 在胡言亂語 又說我有份 可能會做很多誣衊我的事實 導致我生意上的損失 甚至上因為在網上 這些言論 這些誣衊 令到我家人非常擔心 擔心我連絡女兒 找我律師朋友問 究竟我爸爸會不會被人抓 會不會出事 我絕對沒有任何利益關係 在我介紹的過程中 我現在是一個義務的身份 或者我是對一個負責任的經紀的身份 去幫我客戶、討戶應得的東西 這是我要最大的澄清 我們以不同的手機號碼 聯絡那間地產公司和負責人 不過都是沒有人聽 再以電郵聯絡 直至截稿前都是沒有回復 在社交平台有業主都留言說 負責人失蹤 他很懂得用傳媒 或者是藝人去提升自己的形象 令他覺得他是非常好人 也很有公信力 想不到他表面上是天使的發生 其實是魔鬼的心腸 其實現在虎主可以怎樣做呢 虎主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英國報警 報警報什麼呢 就是很明顯有刑事成分出現了 亦有些欺詐的成分出現 其中包括原來有證據顯示 這些地產公司收了租之後 又沒有把租金交給真正的業主 又或者騙那些業主 就說需要維修費的 就問那些業主拿了很多錢 但到頭來 他又沒有拿錢去做維修 但最重要是什麼呢 要找證據 警方找證據可能比較被動 如果相關的業主 他有自己的證據 他應該主動提供給英國的警方 讓英國的警方 就可以加快他的調查工序 所以 就說